安全管理生产中使用的化学品对企业有利,而且对每个人都有益处。 因此,您需要尽量减少化学品对健康和环境的不良影响。 有效的化学品管理需要制定相关政策、程序和做法,以解决工厂中所用化学品在其生命周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如何选择和购买化学品,识别并评估化学危害、管理风险,提供化学品安全培训、安全存储和处理化学品及处理废弃物, 处理紧急情况。 安全数据表是化学品管理的主要信息来源。 安全数据表以标准格式编制,并包含有关化学物质或配方的各种有用信息,例如危害和风险、安全使用化学品、个人防护设备,以及在紧急情况下所应采取措施的建议。 您应将安全数据表保存在显而易见之处,且随时可供参考。 安全数据表应由相关化学品的制造商、进口商或供应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提供。 最好将此作为您的化学品采购要求中的一部分。 安全数据表的内容和结构应于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的要求保持一致。 这是一项有联合国管理的国际公认标准。 GHS系统含用于统一化学危险品标签的使用、化工容器的标记和化学品危险分类。 检查容器上的标签和安全数据表中的危害识别信息。 这样做,旨在更好的了解化学品可能对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危害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例如,标签会指明该物质可能对皮肤、眼睛或肺部有腐蚀性,以及对水生生物有毒性。 为了进行风险评估,应检查哪些人接触此类危险化学品,以及将以何种方式接触。 这些化学物质被释放到空气、水或土壤中时是否会造成危害。 系统的记录风险评估的结果,例如,可以在类似的模板中进行记录。 由于具体工作场所和工作任务所产生的风险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风险评估必须针对具体的情况或工作任务展开。 例如,当工人运输化学品时,首先,确定运输活动中使用的化学物质及其危害。 其次,确定哪些工人,以及有多少工人可能面临暴露于某种危险化学品的风险。 之后,确定运输活动的性质和风险等级。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飞溅风险的可能性较大,这可能导致皮肤或眼睛被灼伤。 最后,风险评估有助于确定采取哪些措施来控制风险。 例如,工人可能必须按照安全数据表中的规定使用面罩、手套等防护设备。 在可行的情况下,控制风险的最佳选择是避免使用有害物质。 这些流程和措施需要化学品安全处理培训的支持。 向工人说明潜在的化学品危害,如何会接触到此类化学品,如何妥善处理化学品,如何保护自己。 所有工人,尤其是经常处理化学品的工人,都应接受化学品安全培训。 具备合格资质的培训师,应结合当前的实际需求和要求,对员工进行培训指导。 保持培训课程的及时更新和与时俱进,并监督培训的效果。 标准操作程序、工作说明、核查清单以及管理层对安全工作实践的指导将有助于强化培训课程的效果。 例如,工人应如何安全处理和储存化学品,保存关于所储存化学品的类型和数量的最新库存记录和应对泄漏或溢出等紧急情况。 除培训外,可能还需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来保证化学品的安全储存和处理。 例如,为了安全储存化学品,应该制定隔离不相容的化学品,正确储存鲁化溶剂,正确储存液燃液体以及二次容器等的规定。 通风等工程控制措施将有助于控制和减少进入工作场所的化学品。 此外,当没有其他合适的控制措施时,提供正确的个人防护设备将有助于保障工人的安全。 化学品管理还涉及规划和制定应急处理规定,例如,溢出和泄漏控制措施、消防和火灾应对措施,连接到污水处理厂的排水系统。 相关的做法和规定还包括如何管理和处置化学废弃物。 有害化学物质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根据您所在的国家的法规对化学废弃物进行处置。 在缺乏适用的国家法规的情况下,可以将国际标准和买方指南作为指导。 另请参阅安全数据表中的废弃物处理程序。 染色、经加工和衣物洗涤这几个制造过程中会产生含有废染料、废油及其他化学品的废水。 为防止水土污染,您需要在排放之前妥善处理这些废水。 废水处理的步骤因工厂而异,但通常应包括一级、二级和三级处理步骤。 您必须特别注意处理废水过程中产生的污泥的正确处理。 处理厂必须符合国家要求,是否能达到良好的处理效果,取决于工厂设计、应用的化学品和操作人员的能力。 识别和探索回收和再利用水资源的机会,进行产品筛选、产品替代和工艺改进,以减少工厂排放物中的污染物和有毒化学物质。 收集包括污泥在内的所有危险废气物之前,应妥善包装、标记和储存。 应该为所有地上除罐和其他有害物质容器提供二次容器,以尽量减少危险化学品渗入环境的可能性。 务必使用经许可的废气物收集商来处理危险废气物。 工厂必须向合格的废气物运输商和最终废气物处理设施提供物理、化学和环境危害等信息。 请不要忘记定期更新废气物处理的记录。 所有这些用于安全管理生产中使用化学品的要素,构成了工厂化学品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厂应制定化学品政策为化学品管理系统提供总体指导,并表明工厂对化学品管理的承诺。 该政策还应规定如何满足法律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 有关如何建立化学品管理系统和按照法律要求和客户期望安全处理化学品的进一步指导和培训, 请联系可持续纺织品合作组织会集。 请联系统。